这个惊悚的巨大眼球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面 而是承办今年NBA拉斯维加斯下季联赛的球体场馆 这个球体场馆从建设之初就注定创造一系列纪录 不但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球形建筑 其表面覆盖的近5.4万平米的LED屏幕 更是带来了天外飞鲜般的视觉效果 在下季联赛开打之日 球体直接变成一颗巨大的篮球 这样的广告视觉展示难道还不够打满分吗 这个球体场馆造价高达23亿美元 所有者正是尼克斯姆公司MSG集团 当真毫无人性 为拉斯维加斯又添一个低标建筑 这座场馆能容纳17500名观众 文斑亚马的夏季联赛首秀就带来了爆满的上座率 加上现场超过16万个音销喇叭的加持 氛围完全拉满 多年来拉斯维加斯都无比渴望引入一支NBA球队 许多业内人士也相信 一旦NBA决定扩军 这座城市将是首选目的地 光是看这座球体场馆带来的娱乐效果 无数想要收购球队的老板 怕是都要按捺不住了吧 这座球体场馆带来的娱乐效果